我們香港的滑浪峰凡隊在過去十多年 在世界青年錦標賽裏都屢獲殊榮 我們比較熟悉的名字 有陳京燕 何志豪等等 他們想當年都獲得世界青年冠軍 之後就發展到 令青年軍將世界冠軍編成了他們的指定目標 所以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看到我身邊的余穎豪 其實你自己也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2000年的時候第一次參賽 直至2003年第四次參賽才獲得冠軍 其實你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我第一次出去比賽 2000年的時候沒有太多壓力 直至2002年的時候 當時我輸了選拔賽 去不了西青賽裏 之後我就決定用一年全職的時間 放棄了學業 投放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所以給自己一個壓力 就是放了這麼多心機用時間 一定要拿到一些東西回來 所以自己又給了自己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 因為過去五年 師兄師姐很厲害 五年都在同一個比賽中 拿到全三年 榮忠又給了我一些壓力 所以師兄師姐會跟我說 不要斷攬 一定要保持傳統 或者保持紀錄 所以亦都給了我們一些壓力 其實聽起來是有點幸運 因為這麼多的壓力 加起來 最終可以變成一個動力 拿到冠軍 其實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那時候很開心 因為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能拿到世界世界冠軍 就算去比賽之前 都是想著前三名已經很開心 結果出來是超乎理想 對我的人生影響就是 我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 做到一件事這麼成功 結果經過一年時間 但當中投放了這麼多心機 和時間終於有回報 令到我來講一個很大的鼓舞 亦都令我知道 只要努力的話 真的會有成果出來 為了要在世界青少年賽 取得冠軍 於榮豪就將他練習了 多年的游泳放棄了 亦都將學業都放棄了 經過了幾年的努力之後 終於達成心願了 成為了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但其實當中也有不少的衝擊 對你來說 其實業餘和全職有什麼分別 業餘其實當時還在讀書 平日就多年不可以練 譬如有晚上 我們二、四會在體育學院做體能訓練 星期六日就會去石柱的訓練基地 將來一些水上訓練 全職來說 多了時間很多 在香港的訓練 亦都會有逢星期 一個星期有五日半的訓練 而且還會加插了一些 出去外國比賽和集訓的機會 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 就是跟家人見面少了 出去集訓或比賽 令到余榮豪的眼界都開闊了 你自己又會不會比較 例如外國運動員和香港運動員 有什麼分別 外國運動員其實訓練的時間 比較自由一點 他們喜歡訓練就訓練 因此沒有什麼風 他們可能會做另外一些運動 但是香港我們訓練會比較有系統 也有很完善的教練安排 有很完善的配備 唯一就是香港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沒有外國的地方那麼理想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去找一些有風的地方 讓我們做一些訓練 去到外國其實香港的運動員 以我們來說的範圍 其實都挺幸福的 因為我們器材 我們不需要自己給錢去買 還有教練也都是由總會安排的 所以相比外國運動員來講 他們要自己給錢去買器材 他們也要自己去找一些贊助 自己去安排一些比賽 他們就會比香港運動員較為獨立一點 香港的比運動員的配套都相當不錯 為什麼你不繼續玩會有退役的念頭呢 因為當時看到自己的成績 去到好像高峰一樣開始慢慢退下來 所以當時開始有一個退役的念頭 還有家人也跟我說什麼時候讀書 也知道很擔心我將來出來找到吃 所以也會鼓勵我讀書 但是你自己個人的想法呢 我自己個人都考慮了很久 因為當時決定訓練了這麼多年 差不多十年 現在才說退下來 是不是好像還差點事未做完呢 但另一方面好像都不年輕了 要想想其他方法 保障 要拿回保障 所以決定了很久 但最後想了可能成年才下了退役的決定 雖然結束了運動員生涯 但是余詠豪並沒有離開港隊的 因為他跟手成為了香港滑浪風飯隊青年軍的教練 而且在他帶領下 我們香港的青年軍 繼續在國際賽上得到好好的成績 為甚麼香港的運動員在青少年組別裡面 成績會特別好呢 因為我們選賽的計劃裡面做得好 我們每一年的書期推廣計劃 我們招攬了很多學生 然後到他們進入青年軍裡面 他們會跟一些世界級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些世界級的青少年運動員在 他們一上來的時候 很快會吸收他們的技術和經驗 所以很快就會達到世界級的水平 你們會否用甚麼方法 吸引他們轉做全職運動員 其實我們教練方面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家長很多時候都會問 他轉做全職運動員的話 他讀書將來會怎樣的 有沒有機會可以介紹一份 將來做一份好工 其實家長最擔心的就是將來的出路和保障 我們都用了很多辦法幫他找一些保障給他們 或者亦都跟他們分析 其實你不要只想著錢方面 或者將來好像平時人那樣的出路 想多些可能你代表香港去到一些世界比賽 都會對你將來的幫助人更大 都會跟他分析一下 可能經過了運動員生涯的磨練 所以令到余詠豪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機會 當他知道Hong Kong ASAP的成立之後 他就立刻申請資助重返校園 他近期還參加了Hong Kong ASAP的體育大使計劃 你其實何時開始想著要讀書 我當了教練兩年左右 因為那兩年面對 都有一些教練要接觸文書 打報告這些東西 令到有時打報告的時候 不懂得打 沒甚麼密碎 很簡單 這些文書都令到我搞了很久 所以我決定想讀書 幫助自己其他知識方面的東西 但現在讀書的心態和以前讀書有甚麼不同 以前讀書是 老師說的東西 聽到就聽 聽不到就睡覺了 現在讀書的心態就成熟了很多 因為教練知道老師說的東西 老師又有他的難處 現在讀書很簡單 看到同學睡覺 會覺得他有甚麼浪費自己時間 但想起原來自己以前都是這樣 現在成熟了 怎樣眼睡都要繼續 給心機專心讀書 主要是不想浪費時間 我首先希望完成了 我現在讀這個產品設計的課程 希望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同時我希望…